你工作以后你少了快乐吗 没有啊 因为我工作是有钱的嘛 那我有钱啊 我就给很多快乐我的小朋友咯 那你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事 他现在要学习一些进去吧 那时候我都可以付得起 他要读一些好一点的学校 我也可以付得起 很多人会觉得工作之后就没有快乐了 你会怎样去鼓励 工作不快就换工作吧 不过呢 身负身费的 快乐的地方呢 可能要求的东西都给不到咯 那你工作之余你怎样为自己充满电 我的大宝和小宝 是充电宝 那你呢 是充电宝 你工作之后有少了快乐吗 有啊 因为我有很多跟你去的下属 比方说每天都看见那么蠢的你 我蠢 关你快乐什么事啊 可以取笑你啊 那你有什么是工作之后得到的快乐 可以买自己小奶的东西 就有一点咯 工作之余怎样帮自己充电 你知道你就随身那样 还有咧 打麻将 那讲他好你的上司吗 跟他去打麻将吧 你是不是工作之后你少了快乐 你不知道真的 工作也用了我很多时间啊 用了我很多精神 那你身上有什么是工作之后得到的快乐 我能够认识了好多的同事 他们跟我的价值观 我相信 跟他们一直工作 我都很开心 那你工作之余怎样为自己充电 做运动啊 航山啊 你身上有什么是工作以后得到的快乐 贺旗品 哈哈哈 最后真的觉得精神很多 还有吃多一点的保健品 身体也身体健康一点 情绪也好一点 你值得炫耀的事情是什么 家庭了吧 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有个漂亮老婆 夫妇可扣 这些人生 弹度是职位高吗 这些真的不值得严 工作之余怎样帮自己充电 去深圳玩 上去吃 餐七百多元的蟹又很好吃 我发觉我现在很喜欢 跟老婆回深圳吃东西玩 玩一下充电 回到来很开心